第二季的台股行情是非常的好 那其實從第二季的季底 一個現象 你就可以看出來 今年台股下半年 注定不會到太差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各位老師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機師曾文貞 今天指數小幅度的震盪 那現在大家的重點 一定是在下半年吧 你說很多人會這樣想 會覺得說 第二季是不是把今年度 應該要漲的空間 全部都漲掉了 我跟你講沒有 今年的第二季 它叫做出生段 我們之前有講過 這第二季叫做出生段 應該說上半年啦 上半年整個台股 它叫做出生段 那一旦下半年 進入到了主生段 這個行情會非常的強 真的會非常強 你說為什麼上半年 長這麼強勢 它還叫做出生段 其實這個邏輯 我們在今年的年初就有講過 為什麼我會說 今年上半年叫做出生段 下半年才會進入主生段 這其中的差別在於營收 營收能不能開出來 那你去看喔 其實在第二季 其實在第二季 也就是說四月到五月左右 很多個股的營收都不好 你去想電子股 電子股每一檔都在比爛的 四月營收 五月營收 一檔比一檔更爛 是吧 但是漲勢一檔比一檔更強 為什麼 因為這就叫做提前反應未來 股價它本來就會提前反應未來 所以其實 在這個時間點 很多的個股 它都是所謂的無稽之談 但是到了下半年 我可以這樣告訴大家 很多個股它會出現真正的復甦 真正的復甦也就代表說 不會再開出這種 年檢雙檢 年檢跟月檢 雙檢的營收 那一旦說開出了真正 年增跟月增的 雙成長營收 到時候漲勢會更誇張 漲勢真的會更誇張 所以你去看 以指數來講 以指數來講 就像我一直告訴大家 下半年注定不會到太差 而且相信我 你經過一到兩個季度 你回過頭來看 這裡就是低點 17346這裡就是低點 不要覺得不可能 你去想一下 在第一季的季底 你可以去看我們的YouTube節目 在第一季的季底 我怎麼告訴大家的 在第一季的季底 當時我非常篤定的告訴大家 今年台股的第二季 確定 會是今年度最好賺的行情 是吧 還有印象吧 當時我講很長一段時間喔 今年台股第二季 確定 會是最好賺的行情 有沒有確定 完全驗證啊 那為什麼當時我會有 我會敢這麼篤定的告訴大家 今年第二季會是 確定最好賺的行情 這個邏輯都建立在產業上面嘛 大家可以自己去回顧一下 我就不再贅述了 大家自己去回顧一下 大概是3月底 3月28號過後的影片 自己去回顧一下 所以這個時間點 我們在第一季季底所講的 完全驗證嘛 好 那進入到了上半年 也就是第二季的季底 我一樣要告訴大家 今年的下半年 註定不會到太差 絕對不會到太差 因為這個邏輯很簡單嘛 上半年叫做無稽之函 下半年是真正有營收的上漲 怎麼可能會比上半年更差 是吧 好 那你說 為什麼我會知道 下半年的營收會開始出現成長 其實說從一個現象你就會知道 很多電子股 在今年的第三季 庫存都已經消化完了 應該說第二季的季底 季底庫存就已經消化完了 所以第三季 它會開始走真正復甦的路 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neat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個股 先在右下角的QR Code 小老鼠 W178 W178 或直接點擊影片下方的連結也可以加入 在我們的Lineat裡面 我會告訴大家很多產業加數字的邏輯 其實我一直在跟大家講 你要去把股票市場裡面很多東西去把它畫房為減 我跟你講真的不是看越多東西就叫越精準 很多人會有這個迷思啦 就是說指標用的越多就是越準確 好像多一項指標勝率就會提升10% 它絕對不是這樣 真的不是這樣 很多人會覺得說我KD要看 RSI要看 MACD要看 均線要看 布林通道要看 CPI要看 非農要看 通膨率要看 什麼鬼都要看 但是我跟你講 當你所有的數據都看過一輪 你就會沒有方向了 你不會知道接下來到底要怎麼走 所以我的Lineat我一直強調是說 化繁為減 我就是用最簡單的產業加數字 告訴大家說 現在這張股票貴還是便宜 那你去看 多數熱門股 我們都多數的強勢股 我們都有掌握到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去看 直接點擊影片下方的連結可以加入 好 那為什麼我會說 在今年的下半年 很多的電子股 它確定會開出年增跟月間的營收 因為面板在漲 我們在第二季的季初 我有告訴大家 在第二季的季底下旬 也就是大約是六月份左右 你要去留意在整個產業裡面 最最落後的產業 最落後的族群 叫做PA跟面板 應該說庫存消化最慢 庫存消化最慢的族群是PA跟面板 欸真的不誇張喔 你去看 真的就是這麼神奇 我們在第二季的季初 告訴大家 包含像是PA功率放大器 還有面板 它的庫存會在第二季的季底 消化到一個合理的天數 好 現實面上是在季底會消化到合理的天數 但是如果說以股價來講 它會提前大概是一個月去做反應 所以在第二季的下旬 就要開始去買進 那你去看 你大概可以自己去看線圖 2455的全新 3105的文貌 你去看線圖 你會知道它有多誇張 從六月 欸真的不誇張喔 從六月就開始漲 四月不漲 五月不漲 三月不漲 就是從六月漲 跟我們講的一模一樣 包含像是友達也是啊 你去看 友達跟群創 3481的群創 有沒有 六月是在這個點 這個位置是六月 六月份 六月之前都不漲 為什麼就到了六月就漲 一跨到六月份 一根長紅整理一下 昨天又在一根長紅 今天小幅震盪 都還是強勢 友達也是啊 你去看 四月不漲 五月不漲 偏偏到了六月才漲 一跨到六月一根長紅 橫盤整理一下 昨天又在一根長紅 今天小幅震盪 相對還是強勢 我不是要你去買群創友達 群創友達這種股性 沒什麼好買的 只是要告訴大家說 面板的大漲 它就代表一件事 代表說全台股 庫存消化最慢的產業 它都已經回到正常的天數了 那其他電子股就更不用講了嘛 其他電子股 庫存消化的速度一定是比面板跟PA還要快 那既然說面板跟PA都消化到合理的天數了 其他電子股一定能夠開出年徵跟月徵的營收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在跟大家強調說 群創跟友達的上漲 它背後的意義不是叫你去買面板 我沒有叫你去買面板 我自己也不想買面板 而是說叫你去判斷 這個現象它背後代表意義是什麼 它背後代表意義就代表說 最慢的產業 擴存消化最慢的產業 都已經到了合理的天數 其他產業一定不會到太差 所以你看 這就是產業啊 你說產業能不能賺錢 當然可以賺錢 2409的友達 有沒有 當時我一直強調我說 友達跟群創它是景氣循環股 景氣循環股的數字不會到太好 今年註定是要虧損 虧多少我就不說了 群創今年註定也是要虧損 虧多少我也不說 所以我跟你說 群創跟友達 它註定今年都是虧損 註定虧損的狀態下 我們怎麼去找它的買點 沒有數字啊 數字是負的 數字是負的怎麼去找買點 怎麼知道哪裡可以買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看它的庫存 就像我們當時在第二季的季初所講的 第一季的庫存還有落在45到55天左右 代表說第一季它的庫存天數還太高 營收是開不出來的 第二季庫存天數落在40到45天左右 也就代表在第二季的季初 大約會落在45天 第二季的季底會落在40天 那正常的庫存天數在40天 代表什麼 代表在第二季的季底 面板它的庫存會回到一個正常的水位 那既然說回到正常的水位 就代表說報價會往上提升嘛 是不是 這就是很簡單的邏輯啊 庫存回到正常水位 它的供需是不是回到原本的狀態 報價會不會提升一定會 報價提升股價會不會漲一定漲 所以你看6月份就開始漲 這就是產業啊 所以我跟你講 股票市場真的是了解產業 你會很清楚知道說 什麼時間點我們要去留意什麼樣的股票 那如果說我們掌握了產業 再加上未來數字的預估 這就不得了 你去看盤面上 哪一檔強勢股 我們沒有掌握到 從整個AI伺服器的散熱開始 齊鴻先掌 齊鴻掌完掌秦成 秦成掌完 包含像是掌建準 齊鴻掌完掌秦成 建準掌完掌秦成 秦成掌完掌陳明殿 陳明殿掌完掌銀邦 銀邦掌完當時的萬在 我們也有掌握到 所以這就是說 產業搭配上數字 我們可以掌握到盤面上 至少是九成以上的機會 所以這個時間點真的要好好把握 因為下半年 註定不會到太差 你光是去看面板就會知道 群狀跟友達 牛皮骨 大牛骨 這叫做巨牛骨 這就不叫大牛 這叫巨牛骨 這種巨牛骨都有辦法漲 代表說其他的產業 下半年一定會更好啊 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機會 明天 端午連假前的最後一天 會有一個買點 他一定成交量一定會比較清淡 那這就是對於好股票很好的切入點 所以我才會一直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你加入會員 那我帶給你的不是說 什麼股票好 什麼產業最主流 這其實說真的意義不是說特別大啦 你說好 我想要去買AI概念股 你去網路上搜尋 你能不能搜尋到齊鴻 可以 能不能搜尋到雙鴻 好 見准 勤尘 通通都可以 你去網路上去Google 你去Google AI伺服器 散熱相關的股票 齊鴻你也買得到 雙鴻你也買得到 見准你也買得到 勤尘你也買得到 問題是這不是你要的啊 你要的是說一套完整的邏輯 跟一套具體的數字 完整的邏輯跟具體的策略嘛 可以帶你說好 賺完這一檔 再接著去算下一檔 這才是重點啊 所以你加入會員 那我能夠帶給你 也就是一套產業加數字 完整 而且具體的操作策略 所以把握機會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先私訊我們的Light 都可以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V178 V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好所以 下半年的台股相信我 注定不會到太差 你去想一下當時的第一季 第一季的季點我告訴大家 第二季確定 會是最好賺的行情 一直到第二季的中旬 還沒幾個人相信 是不是 但是到了五月底到六月份 全市場都相信了 這就是產業啊 那產業加上數字 其實就像我一直在強調的 產業加上數字 你會很清楚知道說 這一檔股票 它的價位是便宜的還是貴 我們就能夠去買 因為其實 我不知道說其他人怎麼樣啦 但是 就我所認識的法人 我所認識的 主力 中時戶 大家看的是什麼 大家買股票的依據是什麼 都是數字啊 都是未來的預估數字 就是說我所認識的 不論說法人喔 投信 自營商 中時戶 主力 大家在找股票的方式 其實都一樣 都是去看到未來的預估數字 我沒有看過任何一位法人 是用技術面在買股票 真的 因為說他們的資金 都是幾千萬到幾億 你去想嘛 有可能說 因為某某技術指標轉強 砸個10億的資金進去 不太可能吧 一定是說確定這間公司 今年的數字怎麼樣 確定好了之後 10億才敢砸下去啊 所以我跟你說 掌握產業加數字 你就等於是 站在法人的角度 在看股票 你會很清晰 所以記得先加入我們的 light 直接點擊影片下方的連結 可以加入 好那我們這樣來看 810的清晨 810的清晨就像當時 旗紅漲上來之後 轉向去買建準 建準沒有買到 接著它會擴散到 AI伺服器的機殼 機殼就是秦成嘛 秦成算是最正規的一檔龍頭股 以秦成來講 當時你去想一下 當時不到90元的價位 我就一直告訴大家 一直告訴大家 今年預估要賺9到10塊錢 今年預估要賺9到10塊錢 不到90元的股價 它的真實本益比不到10倍 今年預估要賺8到9嘛 那90元以下 它真實的本益比不到10倍 你說一檔趨勢成長股 真實的本益比不到10倍 怎麼賠錢 你告訴我 這種股票怎麼賠錢 是不是 當時就這樣告訴大家的 說一檔 真實本益比不到10倍的股票 想賠錢都很難 所以你看 一路漲嘛 88.5 一路漲到118.5 有沒有 跟我們講的一模一樣 這裡 一路漲上來漲到118.5 但是就像我講的 我們要看的是新機會 我一直去跟你強調說 我們在這裡買 80多元買 一直漲到118 沒意義吧 而是說 當它漲到118 這裡還是不是買點 還能不能去切入 這才是你要知道的 所以我很少去跟你說 我們曾經做過什麼股票 我們的成本有多低或怎麼樣 這對你來講沒意義啊 是不是 你要知道的是說 好當它漲到了某個價位 還能不能進場 這對你來講才有幫助嘛 所以你看喔 821的情城 當它從90元漲到118 這裡是不是買點 你說這樣子的線圖 你問10個人 有20個人會告訴你 這裡不能買 等到拉回再去買 不要去追高 這裡爆量 收一根什麼十字線 不能去買 不能去追高 但是你去看 當時我怎麼告訴大家 我告訴大家 118.5不貴 你就盡量去買 你也不用等拉回 你就追 追進去就對了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這個不是說亂喊瞎喊 而是說 因為我很清楚知道說 這一間公司 它今年的預估獲利是多少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說 它現在的位階 對比上 它今年要賺的獲利不貴 我才敢這樣告訴大家 你是可以去買的 所以你看 118.5有沒有 跟大家講這裡還不貴 我再強調一次 一檔股票貴 還是不貴 看的不是它的漲勢 也不是它的股價 是看它今年要賺多少錢 未來啦 看它未來要賺多少錢 這才是重點啊 所以你看 有沒有 6月14號 129一根漲停板 6月15號 繼續漲 141 好 來了 這一天是不是買點 你看 好 我在這裡又沒有買到 我在這個位置 118.5 我又沒有買到怎麼辦 114是不是買點 這裡是不是買點 6月16號 你去想一下這裡是不是買點 6月19號 這裡是不是買點 你拿這張線圖 你去問 你去問其他投資人 10個會有20個告訴你 這裡不會是買點 這裡不要去追高 這裡還爆量 還爆量收什麼上引線 還收黑K 這裡不能去追價 從80元漲到114不能去追 但是我怎麼告訴大家 144元 不貴 它這個位置 本益比不貴也就才16倍 16倍對於一檔趨勢成長股 怎麼會貴 這裡可以去買進啊 這裡可以去買進 所以你看 今天 是不是 6月20號 一根漲停板 151.5 這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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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都大賺 在這裡買當然是續爆 這裡買也是續爆 如果說都沒有買到 144能不能去切入 可以切入進去 又是一根漲停板 所以其實我一直在強調 只要你掌握了產業加數字 你會跳脫出很多的迷失 尤其是說 好高檔不能追 爆量不能追 漲停不能追 什麼東西都不能追 但是其實不是這樣看 是說 你要去看它的獲利怎麼樣 如果說今年的獲利很漂亮 那它的真實本益比不高 就算漲了50%還是可以買啊 是不是 這個邏輯就是什麼 打三者的商品 跟打六者的商品 它的邏輯是一樣的 打三者 一向商品打三者能不能買 可以 但它從三者漲到六者能不能買 還是可以 就是從很便宜到便宜 就是這樣的概念啊 所以你看 這裡是不是 一路這樣上去 那你說為什麼我會知道這些真實本益比 數字啊 我掌握了未來的數字 我再強調一次 真實的本益比 法人在看的本益比 大戶主力在看的本益比 是未來的預估數字 而不是你在網路上查到的歷史本益比 歷史本益比沒有用 沒有什麼參考價值啦 往上漲 3693的銀邦 有沒有 當時告訴大家 你沒有買到情城沒有關係 你可以去買成名店 沒有買到成名店 還有3693的銀邦 有沒有 這裡嘛 200元以下一路漲 漲到251 251你說這裡是不是買點 你問10個一樣 有20個會告訴你 這裡不能買 漲太多 但是你去看喔 在這個位置 250元上下 它的本益比也才14倍 怎麼會貴 270元 292 上禮拜我一根漲停板 昨天繼續創高 今天又再一根漲停板 是不是 337.5 這裡可以買 這裡一樣可以買 一路往上漲 所以你說 這是不是就像我們講的 四鑽石 它就一定會發光 只要說數字漂亮 骨架的位階夠低 一定會漲 它早晚一定會被市場發現到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 其實說 現在是一個多頭循環 我們只要買進一檔股票 今年的數字漂亮 股價位階夠低 早晚都要漲 真的早晚都要漲 你說像銀邦好了 銀邦今年預估要賺17到18 今年預估數字是17到18 17到18塊不到200元的股價 它的真實本益比只有11倍 真實本益比只有11倍 怎麼賠錢 這種股票你跟我講 要怎麼賠錢 是吧 所以把握機會 下半年還有很多這類型的股票 那我們的模式都一樣 產業加數字 帶你提前去買進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私訊我們的Light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